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满肯金融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9月1日8点30分 美东时间2020年8月31日20点30分 我们一起把卧大师赚大钱 那么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啊 先祝小朋友们上学愉快 我先说一下啊 咱们今天啊等了半天 等了半天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消息 就是宏观面上的消息 那咱们就直接啊 长话短说了啊 有话多说 没话少说 咱们直接说说技术面 然后呢 发现一个奇异的板块啊 又跟大家说说 这板块里头有点意思 那么 我们先来看这个A50啊 A50新天这个姿势啊 摆得不错 摆得不错 就是总体上呢 来看呢 是以涨为主 但是长得大吗 长不大啊 就是力量不足 呃 为什么说这个力量不足呢 呃 因为呢 他这个下探的呀 呃 比较 低啊 就是下探的比较低 有的人就说 你怎么老盼着跌 你要是小分时 就是小指标 超短期的指标 跌得越深 而大指标没动的情况下 啊 往往 都是往上蓄力 要真正的出拳的时候 那么现在他是小指标是下来了 然后摆的姿势也不做 要往上涨 呃 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啊 这个中短期指标也跟着下来了 这是第一个不好 但是呢 到这儿呢 正好 我们可以看到腰部了 也开始盘整了 说明了 基本上只跌 但是呢 我们看他这个短周期啊 他走的不太好 短周期也不是说不太好 他走的呢 这个幅度啊 不太大 我们看这个长度啊 不是那么太长啊 不是这么太长 而这个超短期呢 下探的幅度呢 啊 又有点近啊 我们可以看这儿拉了一把 拉了一把 他到这儿就开始忘记起了 那么忘记起呢 嗯 恐怕他的这个动能啊 就要差啊 恐怕他的动能就要差 所以说呢 今天呢 应当是以涨为主 但是 注意后边 但是啊 嗯 我们别太恋战 就是你要说玩短线的话 就就有个1%啊 1.5%啊 都可能都到不了2% 就扔了 就完了 如果你要说是我中线持有 那么你就不用管他 今天呢 应该是比较平安的一天 那么今天呢 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那么昨天 我们再看一下昨天的上证啊 昨天的上证跟咱们预估的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说这块呢 应当有一个小幅的啊 有一个小幅的上涨 但是呢 结果呢 他弄一高开 高开就不太好 高开之后呢 他砸下来了 砸下来了呢 嗯 还收了一根阴险 本来是往上拉 要是说是 呃 拉的 拉的到位呢 就是从底下往上拉就好了 结果他从上的往下砸 这就比比比比比比较 嗯 怎么说呢 就比较缺德啊 比较套人 这种行情 那么上期的时候呢 咱们也明确说了 你到3400点一过啊 咱们就减减 等他再下来 下来之后呢 你再加点 就愿意倒腾的 就这么倒腾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倒腾倒腾倒腾 我这条线也快跟上去了 那么季度线也快跟上去了 我们就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倒腾了 那么再往 在这周 如果创不了新高的话 注意啊 这周我们如果创不了 看大盘 如果创不了新高的话 那么下周就不要再倒腾了 为什么不要再倒腾了 你不知道他是往上 还是往下了 当那前呢 我们呢 呃 如果往下就大幅减仓 如果往上呢 我们要一倒腾的 就反倒倒腾没了 就不要再折腾了 啊 我们现在就控制在半仓 基本上 呃 就 问题不大 那三 或者说是您说我保守一点 就3.5到4 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说着说着呢 现在这个股指期货开盘了 那又是一个跳空高开 我说刚说这个姿势摆的不错 这跳空高开啊 你看昨天的跳空高开没有 就是容易套人的节奏啊 这个不太好啊 这个不太好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持股呢 你就等他涨起来 稍微卖一卖 啊 稍微看一看 因为现在呢 美国这块又开始驱逐这个中国的留学生 呃 刚来的一条消息 这是不太好的 那么我们先看看啊 那个板块 昨天这个板块发现一个有有意思的事啊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哪个什么板块呢 饮料制造 大家都知道白酒啊 最近这个比较好 而且呢 这个食品饮料 大家老说食品饮料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跟这食品饮料没什么关系 跟什么矿泉水没什么关系 都是一些这个呃 乳制品的啊 就类似于乳制品的 你比如像什么成德鹿鹿 这个香飘飘 然后香飘飘 大家可能是以为是做那什么的 做那有人问我 是不是做麻辣香锅的 不是不是做麻辣香锅的啊 香飘飘是做奶茶的 是做那种成品 罐装奶茶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东西呢 奶茶里头实际上有奶的成分不足2%啊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专家说的 那个央视就说 那个乳制品里头都含点乳制品 但是一般的不会超过2% 剩下的全是添加剂啊 就让你喝着呢 哎 口感特别好 他就是干这个的 那么干这个的呢 他本来啊 呃 去年是亏损的 但是今年呢 注意啊 注意今年几个月的环比 你看别看疫情啊 环比 从呃 第三季度开始 就是从那个二季度开始 二季度下半夜开始啊 环比呃 环比和同比都有所改善 而且呢 呃 不光有所改善 你说他一个做奶茶的吧 呃 看来是利润挺大 有不少呢 闲置资金 还购买了这个理财产品 那么这玩意儿的理财产品投资怎么样呢 我估计也也也不太 不会太好啊 估计不会太好 那么 但是总体上的公司的基本面不错 注意啊 我现在跟大家说的这些股票啊 是基本面不错 你别现在我刚一说说基本面不错 你就光当一下就进去了 呃 他从时间上看 他没有到这个呃 真正的就是买入的技术位 特别是中线的技术位是没有到的 你要愿意捣嘴的话 你看看那就随便啊 但是个人认为呢 他中线呃 再次强调咱们这里说的这些股票啊 都是按板块说的啊 不代表健库 如果您买了啊 盈亏自负 那这咱们再次强调一下 不代表健库 我只说这个板块比较奇怪 那么同时都是做啊 做这个饮料的 那么有一个是鹿鹿 大家都知道这个鹿鹿 还有一个呢 就是原来咱们老说的那个椰峰 这俩其实味儿差不多 这个杏鹿鹿跟这个椰汁的 我小时候喝着倒不是一个味儿啊 觉得这两个两个味儿呢 挺近 但是呢 我们看椰岛呢 给上ST了 但是鹿鹿呢 哎 业绩却比较好啊 这个可能就是经营问题了啊 其实呢 我老觉得这个 这椰汁比这个杏鹿鹿好喝啊 有人说说什么叫杏鹿鹿 说杏鹿鹿就是鹿鹿啊 这个北京土画杏鹿鹿 那会儿没有那个鹿鹿的时候 就是拿点那个杏鹿粉 一冲啊 就是杏鹿 国头中鲁呢 表现比较均衡 在这个板块当中 真正的灵涨的 那是成德鹿鹿和香飘飘 这块呢 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饮料板块 食品饮料板块 老是矿泉水啊 之类的 或者食品类的 涨的比较多 真正的这个 纯粹的这个乳制品饮料 嗯 就是 不是真正的奶 就是这种乳制品饮料 不是奶 跟奶没有关系 实际上啊 这种乳制品的饮料 现在呢 嗯 有所抬头 我估计也是因为它成本比较低 啊 然后呢 现在呢 中国疫情恢复了 所以复苏的就比较快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呢 呃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 加转发 特别是一定要转发出去 呃 我们呢 美股时间再见 再见